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铭 激给大家播讲苏俄的DH英 那么今天这集呢 我给大家讲的苏俄早期的情报人员 他的名字叫做阿雷克谢·菲利波夫 阿雷克谢·菲利波夫他是在1870年 出生于莫基廖夫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亲呢,在体育馆当技术工 他的母亲呢,是一名厨师 不过呢,他依然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 他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 本来呢,想留校,从事科研工作 因为在学习期间 他曾经三次获得了精致奖章 不过最终呢,他还是选择了 他一心向往的文学出版领域 最初呢,菲利波夫是在西厅出版社工作 后来他开始独立工作 在萨兰斯克,他创办了俄罗斯世界这份报纸 随后呢,他又成为莫斯科杂志 俄罗斯评论的所有者 1906年,他在塔林出版了报纸 雪尔尔新闻 在叶卡拉林纳达尔 出版了库班这份报纸 但因为他在库班上经常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 所以呢,他受到了沙皇当局的迫害 并且被判处了一年徒刑 当时菲利波夫身上麻烦最多的时候 他曾经卷入了82起诉讼 1912年,菲利波夫搬到了圣彼得堡 他曾经在一家银行任职了一段时间 并且和证券交易所进行合作 1913年,他开始出版货币这份报纸 并且以有限合伙的形式 甚至创办了他自己的银行 不过十月革命开始之后不久 这家银行就倒闭了 出版和银行业务 让菲利波夫能够在当时 俄国的主要实业家 金融家和政治家之间 建立起广泛的联系 但是菲利波夫他从一开始就支持十月革命 并且坚定地站在列宁这一边 他曾经在他写的一封信里明确指出 无论布尔什维克主义 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总体理想的意义 及其行动方法如何 它代表的是当前的一种流行的时代现象 就俄罗斯目前的情况来说 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 才是团结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力量 因此他对所有人都具备着吸引力 在十月革命前后 菲利波夫他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叫做卢纳查尔斯基 他经常和卢纳查尔斯基见面 并且在谈话中表达出了 他对大学和其他俄罗斯大学 教育过程组织的看法 1917年12月底的一天 菲利波夫非常兴奋地来见卢纳查尔斯基 他说根据他的可靠关系 在彼得哥勒 反对苏维政权的政党代表中 有谣言说 社会革命党即将发动政变 想要刺杀列宁 而他之所以告诉卢纳查尔斯基 是因为卢纳查尔斯基 和当时契卡的第一任职长者 杰尔仁斯基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卢纳查尔斯基不敢怠慢 立刻就去见了杰尔仁斯基 那么杰尔仁斯基 听到了卢纳查尔斯基的汇报之后 首先他就问 这个报信者的名字叫什么 卢纳查尔斯基说 他名字叫做阿雷克谢·菲利伯夫 你可能听说过他 他曾经出版过多份报纸 他会认为是一位 不守规矩的新闻记者 经常不受当局的青睐 他甚至曾经坐过牢 他在报纸上 对沙皇及其随从 进行过猛烈的攻击 那么杰尔仁斯基 想了想之后说 我并不认识这样的人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他的信息可靠嘛 如果早一点 如你所说的在革命之前 他不止一次的受到 杀皇当局的迫害 谁知道他会不会 想重蹈覆辙 在新政府的统治之下 也这么做呢 那卢纳查尔斯基就回答说 如果我不是认识 菲利伯夫很久 很了解他 我不会把他推荐给你了 他给的这个消息非常紧急 这不是在开玩笑 社会革命党人 要发动革命 并且对列宁进行刺杀 接着任斯基在仔细考虑之后 决定新建菲利伯夫一面 根据菲利伯夫本人的回忆 当时杰尔仁斯基 见到他之后 立刻邀请菲利伯夫 帮助契卡 而那个时候的契卡 刚刚建立 人手非常紧缺 就这样 菲利伯夫成为了契卡 首批情报官之一 菲利伯夫同意 向杰尔仁斯基 提供他在工业界 银行界 和部分保守派圈子里 所打听到的信息 而菲利伯夫 告诉杰尔仁斯基的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 蠢蠢欲动 这个消息是准确的 就在他们见面的一周之后 也就是1918年1月1日 就发生了 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 那么这个事件的发生 就让菲利伯夫 赢得了杰尔仁斯基的信任 杰尔仁斯基呢 还专门联系了 之前临时政府的 反情报工作人员 索取了有关 菲利伯夫的档案 而自在已经临时政府的档案 把菲利伯夫描述成为 一个不可靠的人 说他明显同情 布尔什维克 这对于杰尔仁斯基 信任菲利伯夫是有利的 而且杰尔仁斯基 在通过和菲利伯夫的 见面之后 他发现菲利伯夫 有非常丰富的金融支持 同时呢 他和俄罗斯的出版界 和银行界 有着广泛的联系 这都会有助于 契卡在这些领域的 情报搜集 就这样菲利伯夫 获得了一份 秘密的契卡的工作证 很快菲利伯夫 从杰尔仁斯基那里 又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当时年轻的 红色苏埃的领导层 正在考虑一项 关于银行国有化的 法令草案 所以杰尔仁斯基 交给菲利伯夫的任务 就让他准备一份 关于十月革命之后 俄罗斯金融和银行业 状况的详细报告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评估 一旦苏埃政府 公布了银行国有化的 法令 那么所导致的银行员工 罢工 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菲利伯夫来说 完成这项工作 他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 同时呢 他也拥有广大的人脉 在十月革命之前呢 一位彼得哥勒的银行家 日丹诺夫 就曾经把菲利伯夫 介绍进入了 圣彼得堡金融大亨的 小圈子 因此菲利伯夫 在分析了 他所掌握的 众多信息之后 向杰尔仁斯基 提交了三份 关于当时苏俄 金融问题的详细 并且是非常完整的报告 并且帮助揭露了 银行官员的阴谋 做出了他们正在 蓄意破坏 红色苏埃的结论 而菲利伯夫出色的 完成了这份工作 也让杰尔仁斯基 更加赏识菲利伯夫 他开始和菲利伯夫 不断的见面 他们两个人的官方接触 逐点就增进了 两个人之间的 深厚的个人友谊 那么有一天呢 杰尔仁斯基就问菲利伯夫 如果有机会去芬兰 除了纯粹的金融 和银行新闻之外 还可以从那里带来 政治信息 菲利伯夫对此有何感想 当然杰尔仁斯基 对菲利伯夫说 您的新闻经历 将为搜集 我们感兴趣的信息 提供绝佳的机会 你可以和任何人 进行秘密的采访和交谈 参加任何会议 当然也可以成为 任何编辑部的客人 甚至是 反红色苏埃的编辑部 当然你现在不要急于回答 这是一件 需要负责任的事情 而且呢 这里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将会让你担任 某份报纸的通讯员 去分栏 虽然杰尔仁斯基 提出这个要求 听上去呢 像是一次简单的 情报工作的指派 但是以现存的 档案材料来看 他对菲利伯夫 提出的这个要求 是非必寻常 因为这是红色苏埃 契卡情报机关 第一次 让一名非官方的 契卡雇员 到对手的后方 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那么当时杰尔仁斯基 他作为红色苏埃的 情报负责人 为什么对芬兰 如此感兴趣呢 因为芬兰一直是 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那么1917年12月 因为红色苏埃刚刚建立 风雨飘摇 而芬兰这个时候 也爆发了革命 所以苏俄 红色苏埃 出于各种原因 承认了芬兰 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 那么芬兰当时的 左翼 社会民主党和红军 主张加强和苏俄的 友好关系 而资产级地政党呢 则集中于和欧洲的 德国 包括瑞典 各好关系 双方的意见冲突 非常的激烈 那么资产级地政党 也组织了自己的白卫军 而且呢 白卫军的指挥干部 在德国和瑞典 接受了严格的战斗训练 很快 芬兰内战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 苏俄政府需要关于 芬兰发生的最重要的 政治和军事事件的 可靠情报 关于芬兰的资产阶级 和德国和瑞典 可能结成针对 苏俄的联盟的信息 以及关于芬兰领土 有可能被外国军队 利用的消息 那么关键的问题 是要如何获取 有关芬兰局势 集成在柏林计划中的 地位的情报数据 这些情报的重要性 不仅取决于芬兰 是苏俄的邻国这一事实 而且呢 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 也继续驻扎在 芬兰港口 此外 1917年5月成立的 波罗的海舰队的 最高指挥机构 就位于赫尔辛基 此外呢 苏俄的地面部队 还有一部分驻扎在芬兰 人数达到数万人 但由于局势的动荡 苏俄的这些水兵和士兵的 服役表现极差 所以布尔什维克领导层 做出决定 从1918年春天开始 既可能不造成损失的 从芬兰撤出 苏俄的船只和军队 但是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深入和研究 即将有可能相关的所有问题 那么想要完成 在芬兰的情报搜集 就必须是 在十月革命之前 就已经经常访问芬兰 熟悉芬兰 并且在芬兰的政府圈子 和反对派领导人中 拥有广泛人脉的人 才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而最合适的人选 正是菲利伯夫 那么菲利伯夫这次任务 是纯粹的情报性质任务 要搜集有关芬兰内部 政治局势的所有信息 从而帮助红色苏维埃领导层 对芬兰局势的发展 做出准确的判断 另外呢 菲利伯夫必须收集有关 芬兰资产基地 和白文局计划的消息 必须弄清楚 他们是否会和德国 结成军事联盟 从1918年1月到3月 菲利伯夫多次前往芬兰 他的报告呢 充分表明 他为了完成杰尔仁斯基的任务 表现出了足足多谋 精力充沛和非凡的意欲 在赫尔辛基 他多次会见 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马纳 这样可以掌握 芬兰局势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呢 他详细并且透彻的报道 展示出他特有的观察力 政治敏锐度 和深入的分析能力 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 曾经公布了一些 当初菲利伯夫传回来的情报 比如说他曾经写道 接着任司机 我在与人民委员主席马纳交谈之后 我坚信芬兰政府 希望保持严格的中立 不会采取任何可能 导致任何外国势力 干涉其事物的行动 另外还有 他写道 德国军队正计划开始占领 驻扎在芬兰港口的波罗的海舰队 如果没有这一点 即使占领彼得格勒 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预期的胜利 有必要让位于这个国家的 每一位苏俄船员 相信共同行动的重要性 因为德国人只害怕舰队 在这期间 对于很多外国记者来说 他们发现 吉尔仁斯基像是一个非常了解军事战略问题 并且非常熟悉德国指挥部计划的人 从某种程度来说 情况的确如此 但应该指出的是 菲利波夫在芬兰工作期间 所获得的大量关于德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极大帮助了吉尔仁斯基 做出准确的分析 根据芬兰首都外交使团的随机信息 报纸上的简报 以及通过与在赫尔辛基德国商人的谈话 菲利波夫 他对芬兰的事态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他传回的一份情报里 他写道 俄国军队在芬兰的处境是绝望的 德国打算从北部 向彼得戈勒施加军事压力 将俄罗斯推离出海 以夺取赫尔辛基和维保的大量的粮食储备 德国军队计划占领奥兰群岛 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而对于红色苏维埃来说 菲利波夫传递回来的更为重要的情报 是来自于芬兰的 有关波罗的海舰队状况的信息 可以说 如果没有菲利波夫所传回来的情报 就没有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拯救 菲利波夫他详细研究了 波罗的海舰队驻地的情况 他在一份报告里特别强调 说这里的局势令人绝望 各部队要等到春天才能回家 水手们要求额外的付款 局势的发酵已经开始 无政府主义出现 他们当场出售国库的财产 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 像燃料、钢、铁、铅等等 波罗的海舰队几乎没有办法得到修复 与的同时 这些产品几乎公开的通过犯罪交易 从彼得哥勒运往芬兰 然后再通过芬兰的港口运输到德国 军队的情况则更为糟糕 在1918年2月23日的一封信里 菲利波夫向吉尔仁斯基通报了 芬兰的白卫军即将在赫尔辛基和维吾地区 对俄国人的炸药和火药库发起攻击 菲利波夫在报告里指出 需要紧急向芬兰派前可靠的红军分队 以恢复秩序并且加强当地的驻军 并在一些地方干脆进行直接的接管 他坚决要求立刻组织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互动 而这种情况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就这个问题呢 他不止一次的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官进行交谈 菲利波夫还成功的说服当时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 拉兹沃佐夫少将支持红色苏维 可以说我们从后来能够看到的苏联档案得出结论 当时菲利波夫的情报工作 安全达到了吉尔仁斯基的预期 尽管分来的局势是以万花统拜的速度在发生变化 菲利波夫呢 总是能够从中找到最为重要 最为相关的事件和情报 及时地向红色苏维埃领导层通报正在发生的事件 他的报告清晰简洁同时极具效力 其中也包括菲利波夫 以他独有的分析能力所提供的关于具体措施的建议 这些建议呢 对吉尔仁斯基帮助很大 那么最终波罗的海舰队 也是根据菲利波夫的建议 回到了克朗什塔德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对吉尔仁斯基帮助很大